徐太夫人行善,寿言戒杀 明朝的时候,在江苏省昆山县,有一位汉陵公,名叫徐席渝 她的母亲,徐太夫人,延迟斋戒,奉行众善 每日礼佛诵经,从不间断 徐席渝,侍奉母亲,也是无为不至,非常孝顺 娘,是我,鱼儿啊 哦,进来吧 娘,鱼儿给你请安了 娘,小心,鱼儿扶您起身 好好 娘,试试孩儿为您热的莲子汤吧 好好,你们真孝顺 还有哦,娘,你一定会喜欢的 哇 哎哟,那是什么蛙哥啊 哎,不是啦 下个月是您六十大寿 亲友们特地专程送了徐席渝离,为您暖寿呢 里面有最新科技的太夫人果菜榨汁机 三段变速健身摇摆机 多功能养生按摩椅 还有哦,娘,你一定会喜欢的 韩生海鱼游击比特瓦的护肤面膜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 无功不受禄啊 不但如此,孩儿还要在寿宴中杀出宰羊 习开摆桌 与亲友们好好为您庆贺一番 啊,这千万使不得 儿啊,你的孝心,娘明白 但若只是为了我的生日 而大开杀戒 让他们失去宝贵的生命 我们大食肉迷 酒足饭饱之时 他们却正在痛苦的深渊 我起不成了最不可赦的凶手 我佛慈悲 我佛慈悲 娘,孩儿真是鬼迷心窍 大错特错了 在您寿宴上 孩儿更应该积德行善 为娘诚心祈福 才能真正让您平安健康福寿双全啊 嗯,你明白这个道理 娘比什么都高兴啊 崇祯丁有年的冬天 就是徐太夫人六十岁的寿蛋 这天一大早 亲友们就纷纷赶来祝贺送礼 可是徐太夫人依然照常礼佛诵经 并且赦哉共生 而亲友们所赠送的众多寿礼 徐太夫人全部用来刻印法华经 答谢亲友祝贺 宴席间一律备用素菜 并将所刻印的经书 赠送每人一部 适得法宝的人莫不新鲜赞叹 娘,大伙儿来向您请安了 好好,进来吧 娘,我们回来了 娘,您的身子骨还是挺硬朗的 托大家的福 今天可是您九十岁的大寿啊 你不会又收了什么礼物了吧 没有,没有啦 孩儿只是准备了素菜宴席 为娘祝寿 好,很好 后来太夫人欢喜安乐的活到一百岁 无疾而终 后代子孙 谨守训事 身体力行 人丁兴旺 金玉满堂 只要人们持续无情摧毁低等动物的生命 他就永远不能体会健康或和平的真谛 拨下磨杀及痛苦的种子的人 是不可能收成快乐及爱心的果实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